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管大家都是基督教 广义的基督教 但是呢 从此以后 由于宗教改革以后 就产生了 另外基督教的另外一个支派 就是新教 于是呢 讲到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 整个的我们开国 回顾一下 我们就可以说 基督教这个概念 Christianity 是吧 这个广义的这个基督教 这个基督教这个概念 一般我们也把它叫基督宗教 这个可能说起来 到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叫 基督宗教 可能就更加的 怎么说呢 这个概念可能更加严谨一些 那么Christianity 作为基督宗教 那么说 他最初从西伯来人 从犹太教的这样一个文化土壤中 传播到希腊罗马世界了 以后 那么他在罗马帝国中间 那个时代 就逐渐分成两支 是吧 就是由于东派教会 和西派教会之间的差异 就分成两支 一支呢 是以希腊文化圈 作为这个传播的图了 以希腊语 作为这个传播的语言 传教的语言 以东洛马帝国 作为他的这个 传播的主要的行政区画 以君士坦丁堡 作为他的这个核心 这个呢 我们说是东派的教会 这一派教会 由于用希腊语传教 所以我们后来 中间把它叫做 后来他跟西派 建新建元以后 他就自身叫希腊政教 由于他在东部 所以我们后来 昨天后来 昨天发展会 叫东正教 是吧 所以这是一支 这是东正教 这是也是基督宗教的 东派的一支 同时呢 在罗马帝国 还有西派这一支啊 就是以拉丁文化圈 作为这个传播的范围 是吧 以西罗马帝国 作为行政区画 以拉丁语 作为这个官方语言的 以罗马 作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基督宗教 那么他在西部 他就自称叫 罗马公教 大公教会 罗马公教 就是天主教 因此呢 这就是第二支 这是天主教 所以我们说 还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那么这个基督宗教 传播到罗马帝国 广大版图中间来的 这个基督宗教 就已经是 从一个根上 开出两支花 两个支干 这两个树干呢 一个呢 就是东方的天主教 一个就是东欧的天主教 一个就是西欧的天主教 一个是东欧的东正教 一个是西欧的天主教 这是基督宗教 早年的情况 是吧 后来我们说了 经过蛮族入侵 经过中世纪啊 这两支 东派的这个东正教 和西派的天主教 后来这 1050年正式分裂 是吧 一直就是东西划分 但是到我们刚才讲的 中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 东派我们已经不讲了 是吧 东派跟我们没关系 东派1453年 军事坦尼堡先落以后 东正教受到很大的打击 因为 托尔西人是伊斯兰教徒 他们 占领了东欧 占领了军事坦尼堡 当然 东欧的 东欧马帝国境内的 这个东正教 当然就元气大烧 但是呢 东正教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希腊人 留回了欧洲 导致了宗教 文艺复兴 是吧 或者推动了文艺复兴 但是还有一些人呢 向北移了 就移到了刚刚开始 开始发展 刚刚开始蓬勃发展 迅猛发展的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呢 后来就成为 东正教的重镇 所以就知道今天 俄罗斯仍然是 东正教的最重要的核心 俄罗斯 希腊 这地方 东欧 是吧 那么我们说 还是属于东西教 但是西欧这块呢 我们讲到 16世纪宗教改革了 那么是在 天主教内部的 是西欧内部的 是吧 是原来西派教会 这个内部 那么 宗教改革最后就从 西派的这个 西欧铁板一块的 天主教阵营里边 最后就南北划分 就把北半个西欧 就是西北欧 就从天主教阵营里边 给剥离出来 就成了一个新教 是吧 形成了个新教阵营 这样一来呢 东正教我们不谈了 我们仅仅只谈 西欧这个原来 天主教一统天下的格局 现在由于宗教改革 由于这些主流 新教的主流教派 三大主流教派的出现 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 较小的新教教派的出现 其结果呢 就以南北为现 就划分成两大块 一块呢 就是西北欧的天主教 新教世界 一块就是西南欧的天主教世界 原来这都属于天主教 这样一划分以后啊 我们说 广义的基督宗教 克里斯基 这个基督宗教 它现在就变成了三次 一支是还是东欧的 东正教 还是西欧的又按南北划分 又分为两次 西南欧是天主教 西北欧是新教 于是基督宗教就有三个 三个分支 对吧 而这个新教 自从宗教改革新教产生以后 新教往往呢 特别是在它殖民化的过程中 推广了东方以后啊 它往往新教就被叫做基督教 而旧教就叫天主教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要说基督教 或者基督宗教 这个概念 做一个广义的概念 和作为狭义的基督教 就是这个新教的概念 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以为 把Christianity 称为叫基督宗教 而把Protestantism 称为新教 或者称为狭义的基督教 所以这个 我们要说 首先说清楚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 那么我们只谈西欧这个范围 我们说过去是铁板一块的天主教世界 现在由于宗教改革 由于新教主流 三大主流教派的产生 其结果呢 就画了半壁江山 画出来了 是吧 那么宗教改革 16世纪1517年 由马丁路德揭开 拉开序幕 很快就蓬蓬勃勃的 蓬蓬勃勃的 就形成了一个了言之事 由于罗马乡主教太不败 所以这个马丁路德 正必一呼 马上和这个印者如云 是吧 那么大家一下子 纷纷想 英国也搞了 瑞士也搞了 然后北欧也搞了 然后紧接着苏格兰 也开始搞宗教改革 是吧 那么很多地方都开始搞 其结果呢 到了16世纪末叶的时候 欧洲的居民里面 据现在当时这个不完全统计 已经有40%的人 吸的心情 西欧啊 西欧原来居民呢 到了16世纪后半夜的时候 末叶的时候 已经有40%人吸的心情 而且这个浪潮还不断的在向南扩展 因为他是从北边发起的 在欲曼人世界里发起的 然后不断向南向拉丁文化圈 推进 对吧 就形成像多米洛古牌 运动一样 一排一排排的 直接往南倒 那么当时在德国 德意志神圣洛曼帝国 有一句说法是说 在当时德意志神圣洛曼帝国 皇帝的成名中 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七个是新教徒 也就是在德国大部分人是新教徒 那么 根据当时的我们这个新教徒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说 当时基本上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可以说 德国境内 大半个江山已经被新教徒占了 然后英格兰 我们说已经完全是新教的国家 是吧 他是按理看中 然后沿波罗的海地区 和斯坎提纳维亚半岛 也基本上都是新教的 波罗的海国家主要比较像荷兰 这样一些国家 是吧 像斯坎提纳维亚半岛上 我们来讲什么瑞典 丹麦 洛威 芬兰 等等这些国家 是吧 那么他们都 基本上呢 这些国家就全部改新 还有我们说瑞瓦 瑞士 是吧 德国的这个大半部 法国的西兰部 这些地方 还有呢 像比如说 像这个什么 拉木维亚 这个 莫拉维亚 匈牙利 这个 等等 是吧 这些国家也都是 接受了新教信用 甚至像波兰 波西米亚 奥基尼 也曾经一度在16世纪 也接受了新教 只不过后来宗教战争 通过30年战争 到了17世纪 这三个国家又又又重新回到天主教的回报 啊 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西北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 都成为新教的 这个 都加入到新教 而且我们说这个趋势还在向南 是吧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 基本上就以法国为限 法国以北的地方 基本上全部都是新教的地方 法国以南的地方 是天主教的堡垒 是吧 就是西班牙 意大利 葡萄牙 当然也包括法国 我们刚才讲了 法国经过一阵冲突 经过胡宫的战争 经过一阵冲突矛盾以后 最后 法国最后还是 把天主教确立为国家 但是并没有对新教采取感激杀绝的这样一种态度 是吧 实际上是达成一个妥协 因此法国呢 到了法国这个中间地呢 我们说 新教像南盛头的浪潮就被遏制住了 我们就说 这样一来呢 就形成了半壁 就是新教啊 实际上就形成了半壁江山 是吧 就是西欧啊 这个原来天主教铁板一块的一统天下的格局下 就剥离了一半的土地 将近一半的土地 是吧 40%的居民 都信了新教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说了 宗教改革呢 它导致的历史后果 我们已经在讲每个教授分别做了 是吧 介绍 那我们现在把它开国而言呢 我们说 首先 它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 过去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专制啊 这种一统天下的那种专制格局 我们说是很严重的 是吧 正是由于它控制了人们灵魂 控制人们精神 所以可以控制经济 控制政治 整个欧洲实际上是铁板一块 尽管 世俗甚至是丰木利息 但在今世上是铁板一块 是一个思想专制 一个宗教专制 就是罗马天主教的专制 现在宗教改革呢 很多国家纷纷摆脱罗马天主教的事 是吧 信仰的宗教 罗马天主教就管不了它了 它就不服你了 它就是另外一个宗教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打破了罗马天主教 铁板一块的专制格局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样呢 就有利于西北欧很多国家 独立的发展自己的国家实力 是吧 用国家的实力逐渐突破 宗教的这种质物 实际上在罗马天主教就使得 凯撒越来越强大 而上帝相遇呢 就迎接宗教的选务 所以我们说这个教祖只能是贯穿一整个西方 中世纪甚至整个西方 从罗马时代 移植到近代 甚至到现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红线 只因为这样呢 我们说 打破罗马天主教一统天下 那么当然就使得西北欧国家 获得了一个发展的空间 所以那些民族国家 Ratialism的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就开始崛起 而民族国家的崛起 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推动了这个立宪或者民族政治的发展 对吧 所以我老喜欢常 我老喜欢常 没有民族国家 也就不可能有民族政治 也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经济 所以民族国家 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 政治上的保证 对吧 或者说我们说是一个 一个民族的保证 或者就是我们从这个意义上 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我们说资本主义很在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看了近代最先崛起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 英格兰 法兰西 荷兰 都是因为它的民族国家已经强大 英格兰通过宗教改革 法兰西虽然是天主教国家 但是它也是完成了中央集权 对吧 它的专制达到了 我们说在17世纪达到了领空 17 18世纪 对吧 那么这种专制主义恰恰是加强王权 恰恰是民族国家崛起的一个标识 虽然它是用天主教来加强民族国家 和英国用安利根安宗 用新教来加强民族国家 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无论姓什么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通过它来加强民族国家 这一点是一样的 所以像法兰西 像英格兰 像荷兰 都是从近代最发达的 最先崛起的 这么这种强谱 但是反面的例子也一样 像德意志 德意志为什么在近代发展不起来 很晚才发展起来 就是因为它民族国家不强大 是吧 它的封建状态太严重 所以民族国家很难崛起 德意志始终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 政治统一体 成为一个民族的一个主权国家 正因为这样 所以德意志的整个强大 是到十九世纪后 也才开始 是当时完成了民族国家 完成了这样一个主权 民族国家的一个主权 以后 实现了这个民族国家的主权以后 它才开始发展起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宗教改革把西北欧的很多国家 从天主教的这样一个自顾之下 摆脱出来以后 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 而民族国家的发展 在这个技术上 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政治的发展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点 是吧 还有一个呢 我们说打破了 罗马天主教思想上 精神上 这个宗教信仰上的一同天下 思想也有利于自由精神的发展 是吧 我们想这一点 在鲁德教来体现出的精神 精神获得了自由 每个人不需要通过罗马 教会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神职人员 每个人直接凭着信仰 凭着圣经 就可以跟上帝交往 这样一来 精神实际上就获得了自由 这种精神自由 为欧洲后来的一系列的 学术的复兴 科学的发展 哲学的兴盛 那产生了极其重要的 实际上是个温床 当然 除了这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 比如我们具体的说 中教改革 还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跟文以回心时一样 实际上就是 人们开始把眼光从天上 落到地上 他把中世纪 曾经对立的一系列的东西 他把它统一起来 我们讲路德的时候 我们说路德是把神性和人性 统一起来 路德我们说 帅心而为 路德认为实际上 只要有信仰 你就跟上帝可以平起平坐 你就坐在上帝旁边 你就跟上帝直接交往 因此 神性和人性之间没有障碍 通过圣经 通过信仰 神就可以达到人 人就可以达到神 神也可以跟人相沟通 所以路德 通过信仰 通过圣经 就把神性和人性 统一起来 通过内在的精神自由 实际上就完成 人和神之间的沟通 而过去人和神 我们完全是 那 恍若隔世啊 是吧 那完全是两个世界里 一个是在天上 一个是在地上 但现在路德把这两个东西 英国的安利干中呢 他把上帝和凯撒 同一起来 在中世纪教组之中 我们说一方面是上帝 一方面是凯撒 是水火不容的 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 把国王确立为 英国的安利干中的最高领袖 实际上就是把上帝 凯撒同时也却认为上帝 所以这两个角色合而为一了 所以凯撒和上帝 统一起来 那么凯撒和上帝 统一起来的 最重要的历史后果是什么 就是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崛起 这个我们再讲英国 英国的崛起强大 实际上法国也是这样做的 虽然他没有搞 他最后感觉没成功 但是法国人实际上通过 加强王权 通过加强中央集权 通过加强这个专制主义 实际上在某种上 也把法兰西的国王凯撒和法国的宗教 天主教合而为一 也把上帝和凯撒同一起来 所以法兰西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国家 但是他从来不听懂 法兰西的首相 像波曼王朝路易十三的首相 著名的红一 这个红一宰相 红一主教 这个著名的铁碗人物黎世流 路易十四的著名的这个红一首相 这个红一主教 这个马萨林 他们两个人都是一生皆两次 既是法兰西仅次于帝王之下的首相 同时又是罗马天主教的红一主教 所以他们既有教旨 他们又有这个世俗的这个 世俗之物 但是呢 他们 虽然一生皆两次 他们始终把法兰西的国家的利益 看得比罗马天主教会的利益更高 啊 一次留神经甚至明确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国家的立场 所以国家立场就是说 当考虑到法兰西利益的时候 我可以不管我前主教的宗族 而因为法兰西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就有点像唐西哥这个 是吧 这是满老子理想主义 满老子幻想 为了一个宗教信仰 可以碰了蓝墙都不回头 所以正是由于这样 他过分的知足于宗教理想 所以他在近代曾经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后来却每况愈想 而法兰西呢 曾经不如西班牙常常 而但是法兰西就是属于那种 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 我就会干 至于宗教的立场 那是可有可无 那是一个平通虚设的东西 那是个幌子 所以法兰西就能够利用这个 打了宗教的旗帜 天主教的旗帜 为自己谋利 而西班牙恰家 由于过分之拘泥于宗教的立场 其结果在近代的竞争中 后来逐渐就开始落了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 那么同样 宗教改革当然也导致到 我们说上帝和凯撒的同意 但是由于宗教改革的影响 英国的影响 所以这些没有成功进行 宗教改革的法国这国家 他也是这样做 他实际上也把上帝和凯撒同意起来 因为分裂的事实已经造成 是吧 就是说天主教和新教的分裂已经造成 所以大家都可以只考虑民族利益了 不用考虑什么宗教的原则 宗教原则已经不神圣 这是按理干主 而至于加尔文教 我们刚刚讲了 加尔文教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哪里 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把 神圣的事物和日常的工作结合 是吧 过去神圣事物是教堂里面的事物 日常工作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他告诉你 日常工作本身就是神圣 就关系到一个人灵魂的归属的问题 所以这样他就把神圣的活动和世俗的工作 把它结合起来 所以无论是路德把人性和神性同意起来 按理干主把上帝和凯撒同意起来 还是加尔文教把神圣的事物和世俗的劳动同意起来 实际上他都沟通了天国与人间 神与人灵魂与肉体 这样一来 这个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把这个宗教的理想 从天国拉到人间 所以对于推动资本主义 推动世俗文化的发展起到自观主义 当然我再一次强调那是客观效果 绝不是说马丽努德加尔文 亨利巴士他们主观上就像这样做的 他们死掉为止 这是我们一直在想 所以这就是宗教改革的重要的意义 这是宗教改革 所以我们讲到这样 我们就可以说宗教改革这个意义已经非常明显 我们说已经很清楚的展现出来 正是因为这样 正是因为导致这种客观的效果 所以宗教改革对于欧洲的政治经济 所产生的实际上的推动作用 要远远深过文艺非兴和人文主义 我们说人文主义 文艺非兴我们一直在想想 虽然它弘扬人性 但那仅仅只是听到这感性这边 就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面 感性方面 也就是说人可以通过文学艺术 伸张我们这个人间的快乐 是要求理智计算的呼吁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但是除此之外 它并没有触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 并没有改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 而我们说宗教改革它客观上去导致了 我们刚才花了这么长时间讲 它实际上在客观上导致了 整个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巨大 尽管是一个客观效果 但是它起到这样一种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宗教改革对于西方现代化的意义 远远胜过了 那么我们说宗教改革 它比文艺复兴更加重要的一个证据 除了我们刚刚直接通过宗教改革来做一样分析 它如何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 精神方面的变化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证据 就是我们说 以这样一个法国为中间为限的 这样一个划分线 这个分水岭 我们说在这个分水岭在16世纪开始出现的时候 当时的格局是什么呢 当时格局是南部欧洲 经济上富庶 政治上最强大的西班牙 政治上强大 这个文化上比较繁荣 而北部欧洲的我们说经济上贫穷 政治上分裂混乱 文化上满目仓以一片刁饼 这是我们说当时这个南北欧洲的情况 但是这个分界性从16世纪划定 由于宗教改革而出现以后 以确定化 凌固化以后 两个世纪还不到了时间 到了18世纪初 甚至到了17世纪后半夜 我们就发现 整个南北力量对比 发生了根本的力量 到了18世纪啊 那些所有改型的新教的西北欧国家 全部都成为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强国 经济开始蓬勃发展 政治上开始强大 文化上呢就更不消除 成为这个领导欧洲潮流的这个先锋 而南部欧洲的那些国家呢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尽管曾经在1516世纪的时候 是独领风烧的 是领导这个西欧的潮流的 但是呢 到了18世纪 经济上已经开始衰落 已经无法与那些西北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在某种意义上还要步人家后城 对吧 政治上也不如英国荷兰这些国家强大 文化上也开始相形建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 凡是进行了宗教改革的新教的国家 后来都成为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强 凡是抵制了宗教改革 死报这些主教不放的国家 尽管曾经在1516世纪中是领先的 但是后来却无因例外的沦罗为资本主义世界二流的角色 成为陪圣成为配角 甚至不仅他们自己 而且15世纪开始欧洲开始海外殖民 开始地理大发现海外殖民 海外的商业贸易活动 最后发展到全球的殖民活动 那么这两个世界的殖民地也形成鲜明 作为西班牙葡萄牙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拉丁美洲就是南美洲 因为是拉丁世界 拉丁世界的殖民地吧 所以叫拉丁美洲 那么像南美洲就是今天拉丁美洲 我们可以说 它的这个经济水平 它的政治强大的水平 它的文化水平远远无法与西美欧那些国家的殖民地 像英国荷兰殖民地 就像美国加拿大 这些国家的这个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相比 所以我们不讲 不仅是宗主博士这样 殖民地也是这样 凡是那些西北欧改姓的 新教的那些新兴的资本地区国家的殖民地 后来也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今天最强大的美国 原来是英国殖民地 是吧 而凡是那些曾经在四五十六十一周 独立风烧领导潮流的 那些老牌殖民地国家 那个天主教国家的那些宗主国的殖民地 像拉丁美洲 像非洲 这些地方我们说 但今天仍然还是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我们说 从这个证据也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的中央 对吧 形成了一个分身 而至于在宗教改革中间 正好递出中央 出在这个分界线上 出在这个分身岭上 的法兰西 可以说是左右逢年 渔翁得利 所以他得到双重的好处 因此法兰西仍然也成为一个 寄生于强大的资本地区国家之类的 这个现代化相关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法兰西啊 尽管是个天主教国家 但他从来不讲天主教立场 他是以国家的利益为 准则 一切都是以国家的利益 作为取舍的标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法兰西啊 由于左右逢年 所以法兰西啊 他没有像 他的那些天主教的邻居那样 在近代开始摔落 而是利用他这样一种 这个我们说 唯利是图左右逢年 的这样一做法 最后啊 反而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强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